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际企业在中国教育行业的发展及机会 下面有请演讲嘉宾上场 Distribuous Guest Welcome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Subforum Overseas Education Companies in China Development and Opportunities Next, let's invite our speakers on stage 大家下午好 感谢大家在今天听完了内容满满的一上午的session之后 还有这么多的经历 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国际创新的一些相关的题目 我们今天国际创新的主要是围绕这么一个题目 中国作为最吸引人的行业教育市场之一 国际企业有怎样的一些挑战和机遇 所以我们今天也很有幸的邀请到了四位 四家其实都是在相应行业里面 具有领先地位的创始人或者是总经理 亲自到现场 我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好未来的吴珊珊 我在好未来集团负责战略和合作 那么首先由我呢 为大家简单开个破个题 那么介绍一下实际上我们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背景 等会儿再介绍我们的四位嘉宾 演讲嘉宾 那么首先呢 其实大家作为教育行业的从业者也非常清楚 中国其实是全球市场 无论是从规模 从潜力 从发展速度而言 可能是最有吸引力的市场 如果甚至又可以不要之一 是吧 其实我们看到2015年 2015年 全中国的这个市场呢 已经突破了四万亿人民币 我们这整个是以万亿人民币为单位 然后基本上占到了全球 八分之一左右的一个这个总量 其实到2020年 which is 两年之后 是吧 我们就会很快地由八分之一提升到五分之一 六分之一这么一个水平 所以看得到我们在快速地 在这个整个全球的教育市场的一个份额 突飞猛进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Kager 也就是年化的这个增长速度 全球的市场 这五年 就是2015到2020年呢 可能也就是在 single digits 5%左右 一个平均增长速度 那么 复合的增长率呢 中国教育 这其实可能是一个相对保守的一个增长率 是12% 那么实际上已经算是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领域了 但是我们意识到 如果把中国市场拆开来看 看我们其实最领先的这些企业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 从口碑 就是最具影响力的这么 这个比如说十家企业 我们把它排名排出来 可以看得到 没有一家其实是国际企业 或者是由国际参与的这个企业 第一名当然是 就是老大哥新东方 然后Tel Group 好未来有幸是 是这个紧跟其后 另外一个比较 或者说更加striking的一个数字呢 其实是 如果我们提取 整个在华创立的 外商建立的相关的这个教育企业的数量 它占到所有 所有中国教育市场的千分之四 那换句话说 其实它在中国市场 相对就没有什么实际的 这个市场风格或者是影响力 但这个其实在我们看来 并没有有效地反映出 国际企业在大多数行业 能够带来的价值 我们充分相信 包括教育市场在内 国际企业能够给我们中国的教育市场 带来巨大的价值 提供巨大的机会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看到绝大多数的消费企业 国际企业 消费行业 国际企业能够带来至少四方面的价值 第一个是往往有更加领先 和well polished的一些产品 其二是大多数时候 有很好的IP 很优质的内容 第三点 高品质的服务质量 服务水平 第四是往往产品是高度可信赖的 我们举几个 可以说是在中国 大家都知道的 比较成功一些企业 比如说过去两年 大家都知道 苹果其实中国市场 变成了全球最大的市场 globally它最大的一个市场 也就是在过去几年的 这个耕耘之下 乐高 乐高对于我 其实是一个比较favorite 因为我儿子最喜欢的一个 个人品牌是乐高 可以看到乐高 这个经历了一个 almost century old 但它实际上是中国 也是一个高速发展 获得了巨大成功的 高品质服务 我们也看到很多 包括奢华型的这个酒店 极致的服务在中国市场 也获得了很好的口碑 我们不一而足 也包括在这个药品 奶粉行业 可以看到很多成功的案例 换句话说 其实这样的相应的一些诉求 相应的一些价值 相应的支付能力 在中国是绝对不缺的 缺的可能是 找到有效的方法 让国际这些教育企业 参与到中国市场中来 好的 这就是我希望做的一个简短 简短的一个破题 那么我们后面的话 想介绍我们的四位 尊贵的嘉宾 第一位是乐高教育 大株花区的总经理 Robert 余总 大家欢迎余总 第二位是student.com 创始人兼CEO Luke 大家欢迎Luke 第三位是Unity Technology的 Head of Global Education Jessica 大家欢迎Jessica 最后一位是 网龙网络的首席执行官 熊总 请大家欢迎熊总 好的 今天的这个环节会有两个部分组成 第一个部分是每位嘉宾 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演讲 我们首先请Robert 做一个分享 谢谢 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GES的现场 和海内外的嘉宾 共同来分享 我们对教育的见解 我们在教育市场的一些实践 那在座的每一位的这个椅子上呢 有一个Luke Education 的Bag of Inspiration 在里面有两个小礼品 一个礼品呢 是这个六个小 六片小积木的一个 小黄鸭的一个积木 大家可以找到这个 我们说这个小盒子 小的塑料袋 里面有六片小积木 大家可以花 三十秒到一分钟的时间 把它拆开 然后用你自己的想象力 用你自己的创造力 没有正确答案的 做一个 Little Duck 小黄鸭 Little Yellow Duck 没有正确答案 你可以用手 可以用嘴 不需要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大家找到的是这个 小的那个袋子 另外一个袋子是威都的 OK 如果大家你已经当好了你的小黄鸭 我们可以把它一起举起来 可以吗 你可以像你旁边的嘉宾 同事 伙伴 展示一下你自己大的小黄鸭 你看一看 每个人的小黄鸭是一样的吗 每个人对 他的脚 他的尾巴 他的嘴 和定义是一样的吗 应该都是不一样的 对吧 没有这个答案 这个游戏是我们乐高集团 一个非常经典的 小黄鸭的游戏 其实我们想传达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理念 教育应该去创造一种多样性 教育应该可以创造更多的开放性 那乐高教育呢 我们很荣幸 从1980年开始 我们就来做 这个 创新的教育 那在最近的几年呢 我们专注在Steam Learning Steam教育这样一个领域 那就我个人而言呢 我做过教育的各个方面 他可能也在这个会议的手册上也读到 我做过和考试相关的数据的公司 我做过和在线学习相关的数字化的公司 那然后呢 在乐高教育呢 现在我们整个的团队 我们在专注的是 去规划 去设计适应中国市场的方案和产品 乃至说我们去能够去参与到这样一个更为健康 更为全面 更为开放多元的一个生态当中 这个色彩可能有一点小问题 乐高教育呢 从全球来看呢 我们希望为 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学生 老师和家长 去提供一个完整 有序 渐进的学习体系 我们叫Learning Continuum 这个Continuum 这个延续性是非常重要的 那其实从产品的角度来说呢 我们在有一条很重要的线 是这个编程 或者说机器人 计算思维这条线 从我们最近 这个11月份 全球发布的这个Coding Express 这个编程启门小火车 针对学前市场的 到小学市场的WeDo 2.0 到针对中学市场的Mindstorms EV3 这是我们的一条 针对我们说编程计算思维 机器人这样一条线 那同时呢 我们也针对工程设计 针对我们说我们的搭建 我们的设计思维 这样的几条线的 我们说一个比较完整的 一个Continuum 那我们希望通过 具有乐高特色的教育产品 及其相关的方案 包括课程 包括私讯 包括品牌的赋能 品牌的管理和输出 能够让更多的老师 家长和同学 能够去体会创造 创意和创新 从而能够去 带来一个开放式的课堂 带来一个能够创造 多元可能性的课堂 让我们的下一代 能够更多地去感受 创造和创新 那今天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是说去分享赋能伙伴 那我简单分享一下 我对乐高教育 在中国市场 怎么去empower partners的一些感想 我们从 我个人觉得 我们可以从最右边开始看 培训其实非常重要 作为一个品牌方 或者说产方 如果没有对教师 或者说销售群体 或者说合作伙伴的培训 这个市场 简单用一个词 可以说是动不起来的 或者说是一个 不具有粘性的市场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 海外的企业在中国的定位 尤其对于教育市场 不管是校内 还是校外市场的定位 我们觉得也是至关重要的 需要定位和政府的关系 你是和教育部产生 直接联系 还是和浙江省政府 上海市教委产生关系 这都需要定位 你也需要定位说 是合作伙伴 去产生和地基市的政府关系 还是说你要去产生 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觉得这是一个赋能的思考 和一个我们所选择 另一方面 我们说在这个定位之后 需要和合作伙伴 产生一个很良性的互动 也就是说品牌的输出管理 对吧 这个不仅要输出 它也要管理 乐高是非常注重 我们品牌的管理 所以我们非常严格的 品牌的管理的流程和步骤 当然还有这个我们做方式 除此之外 我们觉得建设课程 如果没有课程 我们觉得是进入不到 这个教育的市场的 那建设的课程之后 也需要和合作伙伴 去建立打造一套 能够落地的工具 这些工具是为了能够去支持市场的活动 能够去提供更广泛的资源 从而把整个品牌 所希望带来的学习体验 教学体验和我们所学习的方案 带进整个市场 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 富能够伴的思考 谢谢 好的 感谢与总的精彩分享 下面有请Luke 分享 我们在学习的课程中的思考 订阅.com because I've been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many times in my life. Liu Shui, I think we all know, is in China. I studied in Spain, I studied in Italy, I studied in China. And every time I moved, it was a little bit complicated. So we built Student.com to be what's now the world's largest marketplace for student housing. And not only supporting on the housing, but supporting on the entire student journey. So I guess you could say our business is a little bit like Booking.com or Airbnb, but then for students. So there's two sides of every marketplace, of course. And on our side, we've got students on the left and landlords on the right. And so what does the student want when they get the offer to Ann Arbor, Michigan or Melbourne University? The first thing they think about once they have the offer is, wow, that's awesome. And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they think about right after that is, okay, where am I going to live? And over the last 20 years, there's been an explos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aybe 20 years ago, there was only 1 millio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now there's more than six studying at a university. And so finding somewhere to live is very, very difficult. And universities aren't able to support that journey. So what we do at student.com, of course, like any online marketplace, is make it super convenient and super transparent, great deals, very easy to operate. And then on the other side, with the landlord, who might own 20 apartments in Melbourne or, you know, 1,000 beds in New York City or five buildings in London, they don't know how to do marketing in China or Vietnam or Singapore or Spain. And so that's really what we're doing. We started the company in Shanghai, actually. So even though I'm not Chinese, I think, I always joke that we're one of the only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trying to get outside of China. Most companies are trying to get into China and we're trying to get out. And a long time ago when we started the business, people said, oh, okay, you proved your business in China, but you never proved your business outside of China. China is still our biggest market, but what we did was we started with Chinese students going to the U.K. It was the first one. Then Chinese went to Australia, then to the U.S. And then we started adding Korea, Thailand, Malaysia, Vietnam, Spain, France, Australia, and so on. China is still our biggest market. But I think I could say that our roots are still very, very Chinese. I've lived in Shanghai for almost 15 years, so I joke that I'm more Shanghanese than a lot of people who are in Shanghai. I think that one of the themes of this panel was how can Chinese companies collaborate with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I think we always consider ourselves a global startup. We have a presence all over the world. But as I say, our core is in Shanghai, in China, the biggest team in China. So we're very excited about helping to support the continuous growth in global educa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time. I'll pass you over to our next speaker. Thank you, Luke. So next speaker is Jessica, Global Head of Education. This is a wonderful representative of a real high-tech company, Jessica.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a real honor and privilege to be here with all of you today. I've been working in China or partnering in China for a little under 20 years, and it's so great to have this conference. It was much harder to do this when I first started. So I'm going to talk to you a little bit today about Unity Technologies. If you're not familiar with Unity Technologies, we are one of the largest real-time 3D technology companies in the world. We're actually on your mobile phones. We reach almost 3 billion mobile devices. And any time you're creating in Unity, you're creating interactive virtual reality, augmented reality, 3D real-time experiences. So you may be asking yourselves, why is a technology company here and talking about education? So the first reason is that, first and foremost, we believe the world is a better place with more creators. With Unity, you can actually take what's in your mind and make it come to life. But in addition to that, we have a huge,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y. Being the largest real-time 3D platform in the world, when I look at our work globally, we really have a challenge in that what is being taught in schools today are not the skills that are required to become a Unity creator. And that demand is becoming even more pressing for us, because when we look at the next three years, the demand for Unity creators has grown 100%. It's essentially doubling. And what we want to do is prepare those future creators with the skills that they need today. So looking a little bit more deeply at Unity, you're probably, if you are familiar with us, you're probably most familiar with us in the work that we do with GAINS. That's where the company began. We have now branched out into this work across multiple industries, auto, film, architectur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most exciting, education. Many of the education companies today are using Unity to create their real-time interactive experiences. But the challenge we're facing, as I mentioned, and what we're here trying to solve today in China, is how do we equip future learners with the skills that they need to become successful creators? When we looked at the different opportunities for partnership that I've worked on in my past, we realized that it was so important for us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at we look to create, on the far right end of the spectrum, not just a wholly owned subsidiary, but a wholly owned subsidiary that we could actually innovate from, and take that innovation that we're building in China and bring it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I want to point out Junbo, who's our head of China here. Yeah, thank you. Up in the front row. So he would be managing and working with all of the Chinese partnerships here, and we really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 who can help us take these skills into schools today. So looking forward to collaborating with all of you. Just a final note on why China is so important to us. It's not just the expendable income that Chinese parents have, but most importantly, it's the mindset. It's the mindset of the Chinese parents, the Chinese educators, to really strive for excellence. And so we believe that in creating this innovation of teaching young people how to become creators with programming, design think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chine learning, all of those skills, we believe that China is the right place and has the right mentality to create this innovation and then be able to take it globally. Thank you. Thank you, Jessica. Thank you very mu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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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ank you. Thank you. 这家企业当中累计注册用户达到9000万 而且它月活接近500万 它的9000万用户全部只有三个角色 分别是老师、学生和家长 那么这些用户可以在AdModel Town 能够通过互相的交流、社交 能够完成他们在课前、课中、课后的 一系列的教学的信息化活动 这也是我们在海外并国当中所做的第二个部分 那我觉得除了从海外合资和并国当中 国内的部分更多的来源于我们的教学的数字内容的生产 那么我们除了在国内和像北师大 像这个豪中师范大学等一系列国内著名的高等学府 以及像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教社等一系列 这个核心权威的出版社做合作 把我们传统的覆盖K12 甚至包括所有的高等教育的一些线下教材资源 能够变成比较精美的线上数字教育资源 成功地把数字教育内容成为我们所有的工具和平台应用的一个基础之外 那么我们更多地在过去两年当中 和海外很多著名的IP品牌和著名的大学做了合作 比如说我们和陪生 包括和Roberto教育 包括和东京书记等一些成功的合作 是帮助他们也把他们在线下的一些教育产品 能够现场化、数字化 那么我们也和哈佛大学 包括和Stanford 包括和北师大等一些著名的学府去合作 希望能够通过他们的教学技术方面的提升 对我们整个教育产品的体系化和建设化 能够起到一些帮助的作用 那简单来讲我觉得最后跟大家提一句是 我们也在这里是呼吁所有的国内教育企业一样 以网红为例 网红上半年整个教育收入大概我们同比增加了近40% 那整个教育收入我预估大概在今年可以达到超过25个亿人民币 那其中的85%以上来自于海外市场 那我们现在其实在全球拥有将近150多个国家的线下销售渠道 和Admodel这样具有9000万在线用户的这个线上销售渠道 我们非常希望能够跟国内著名的教育企业和创业企业一起 把我们国内的优秀的教育产品 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渠道共同吃海 一起能够在海外的教育市场上获得更多的成功 谢谢大家 好 非常感谢鱼总 熊总 Jessica和Luke的精彩分享 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 第二个环节会更加互动一些 我们其实有几个question and answers 请大家稍等一下 一定的吉他 Yes 好的 请各位演讲 嘉宾上台 好的 今天其实有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okay so so that we can actually speed our interaction actually change into English if it's OK with you guys okay so this is a very great opportunity for us actually to exchange ideas on how the international leading educational companies could actually come into China and the view the more successful enterprise business in China 其实我们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什么是最大的账截或账截或账截 其实你的公司会在中国的股市场上的股市场 我会让大家一起来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观点 我们开始开始从 Robert 我觉得中文吧 我们觉得从乐高教育针对中国校内外市场的判断 我们觉得最大的机会和挑战应该是两方面 一个是中国的政策环境 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另一个是从一个大的集团来说 对于中国市场的投资 这同样也是挑战也是机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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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Luke 我认为我们的最大的账截是 我认为中国学生会比较大量的 而且我认为中国学生会比较大量 如果是中国学生会比较大量 我非常同意 Robert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教育行业目前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和机遇 我觉得这是两点 第一点就是还是体制和机制方面的 对我们企业来说的挑战和机遇 第二呢实际上是中国教育资源目前看起来 分布不均衡的一个矛盾 对我们中国教育行业所带来的一个机遇和挑战 谢谢 谢谢 谢谢你给分享你的挑战和机遇 其实我认为我们应该移动 第二个问题 这个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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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 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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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 我觉得从乐刀集团来看的话 我觉得从战略角度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的一些思考 第一个的话怎么去思考乐高玩具零售和乐高教育学剧 在校内校外市场的充分互动 这是一个层面 应该说我们启动了一些战略性的思考 当然我们也会继续的更深入的去来这方面 有一些我们说布局也好 或者说一些实践或者说一些试点 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的话 我觉得从战略角度来说的话 因为有这个我们说监管 政策监管的一个机遇和挑战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我们说战略来说 和中央政府各省市地区政府的互动 应该成为战略的非常核心的一部分 它不应该仅仅是成为一个政府关系 而是真的成为说政府希望中国的教育成为什么样子 那我们从一个企业的角度来说 应该说是去能够去和政府的政策去做一个更多的配合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2018年9月10号全国教育大会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教育大会 这个应该说是非常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个 我们说政府的一个举措 那很明显提到说公平 优质 多样 那作为教育企业怎么样在这个层面 有战略性的一些布局和举措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的话 我觉得从乐高教育来说的话 我们非常看重的一个战略是说 简单地说叫Partner Excellence 这个你可以说它是一个运营 但是我个人觉得也是一个战略 一个公司 一个我们说 一个教育型的公司 如果不注重合作伙伴的Excellence 尤其像乐高集团 特别注重品牌体验和学习体验的 这样一个公司的话 后面会留下很多问题 尤其我们也知道教育是很讲究品质 口碑 这个留存率 等等等等 年性 那我觉得在这个层面的话 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核心的战略 也就是说能够去把这个Partner Excellence Program 通过多方面的人才体系 多方面的负能 能够去把这个做好 所以我就讲这三个层面的战略 非常好 非常好 谢谢 非常好 谢谢 这就是非常好 非常好 在这些地方 尤其是非常大 尤其是 中国学生的学生 来到中国 我们维于中国 我们的工作非常专门 业 业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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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业务业 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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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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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我可以把明摆滚聊天 中国的工作 作为年轻人员成为未来的职业 所以我们在中国建立的解析 我们看到这个解析成为一个国家的专业 我们在中国在中国的世界上可以带来到其他人 其实这问题还是蛮难回答的 就是对企业来说 未来三年所应该的中国教育市场 那我觉得简单谈谈 我们自己对教育市场考虑 就是作为一家民营教育企业 对于一家从互联网转型到教育行业这样一家企业来讲 我们其实针对整个中国教育行业的挑战 其实我们做了三件事 这三件事其实围绕着当初我们准备做教育的时候 所处理的自己的愿行目标 因为我们最早想做教育的时候 作为互联网公司 我们说我们希望能够打造全球最大的教育社区 那这个是一个理想 当然我想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是一个梦想 那我觉得把梦想变成理想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一个企业战略逐步落地的过程 于是我们在过去三年或者说未来三年 我们会坚持做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希望能够更多地把传统的教育产品 能够线上化和数字化 利用我们过去在互联网游戏 或者是移动互联网方面所积累的 数字资源内容生产的这样一个基础 把大量的线下的核心资源 能够用更好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包括刚才大家所听到的 不管是用AR VR或者人工智能的各种方式 能够使我们内容更加的数字化 那我觉得这个本身是对未来 克服教育资源不均衡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第二个方面 我觉得就是除了在内容提供的方面之外 我们会做更多的工具和方法 我们希望能够让经济潜滑达地区 教育资源相对落后地区 同样能够享受到有质量和公平的教育 本身需要大量的通过互联网的这种传播工具 把有益的或者是有效的数字教育内容 能够传递给我们需要被教育和学习的用户手上 这本身也是互联网能够给所有行业带来一个更大的 应该说给所有行业带来的根本的变化 就是它有快速的传播速度 以及大量的免费内容 那第三个我觉得可以提到的是 就是除了我们在内容和工具的基础上 我们希望能够建立更好的渠道和平台 就像我们为什么去收购普罗米修斯 为什么会去做Admodel这样的一个社区网络 就是希望能够更大的平台 迎接更多的用户去使用我们的工具内容 那在这三个基础上我认为 我们面对中国整个教育行业这种不均衡 或者体制规则 一些相对来说的挑战的话 那从最基本的 从根本的角度 能够帮助我们的学习者一定程度上 能够有更好的学习条件 或者享受更好的教学条件 好的 非常感谢 其实思维也是从不同的角度 阐述了某种程度上 我们要谈到的第三个问题相关的话题 就是实际上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 甚至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 基于这种科技也好 数据也好 所以衍生出来的下一代的科技技术 给我们带来的更好的品质的产品 更好的服务 在这么一个特殊的一个转化的阶段 实际上某种程度上 我也可以概括说 我们其实在做的思维包括好未来 某种程度上都是受益于这个时代 受益于科技给我们带来的 这些战略性的一些机会 因为教育是一个自从有人类开始就有的一个行业 是吧 非常古老的一个行业 但为什么能不断的衍生出新的发展 新的产品更好的服务 是吧 包括从客户跟用户的角度 他们的体验他们的学习 甚至他们的人生 会得到不断的一个这个这个 在整个一生中不断的去提高和不断的突破自我 某种程度上我个人认为 包括我相信在座刚才从这个对话中也看到 对科技的其中发挥的一个作用 是吧 教育加上科技 科技加上教育的这个双重的一个效果 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所以我想 我们再探讨第三个话题 第三个话题 其实我会认为英国 所以你两个能够明白 第三个话题 是 你认为科技能 其实会帮助你的企业 成立更大的成立 更大的成立 更大的成立 在中国 尤其在中国的市场 现在我们可能会变成 和熊总 可以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 我一直觉得跟别人介绍网龙公司的时候 我都会说 网龙公司是一个 比较喜欢把新技术和所在行业应用 做比较快速结合的一家公司 那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我们在2016年 VR技术刚刚产生的时候 我们就建成了 应该是中国最大的VR体验馆 帮助VR技术在中国各个行业去做应用 尤其是在教育行业 所以我们构建了未来教室 构建了虚拟的体验 把VR的很多技术 应用到我们教学队友当中 帮助我们的学生 在学习知识点当中的重点难点的时候 能够更容易去理解 本身的这个学习的内容 那随着18年人工智能的到来 我们也认为 不管是人工智能技术 还是未来 因为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 其他的大数据 零计算的技术的进一步的发展 我相信一定都对我们所在教育行业 有更大的帮助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一直跟别人开玩笑 我说未来十年以后 最了解你的人 可能不是你的父母 也不是你的另外一半 可能都不是你自己 而是你身边的人工智能终端 因为事实上 它掌握了你所有的生活和工作的数据 它可能比你自己更了解你 那用这个例子 用在中国教育上来讲 或者说用在教育过程中来讲 我们今天所做的电子白板 我们做的人工智能的助教 我们做的大数据的分析和统计 一定程度上 希望能够把2000年前 我们孔子所说的英才师教 这样一个真正可以 帮助学生成长的这样一种方法 能够得以实现 因为只有用了现代的科技和技术 才有可能解决传统课堂当中 当一个老师面对35个学生 40个学生当中 无法做到的英才师教部分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事实上是未来中国 所有教育行业公司 可能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真正的把握 最新的科技技术 真正的把整个教学 或者学习过程变得更有效率 我记得昨天开部市场 朱志文副部长提到说 教育不能检验 是一个利益驱动的事情 教育不仅仅是一个工具的部分 但是我相信 先进的教学工具 一定可以帮助传统课堂当中的老师和学生 能够提升更高的学习效率 因为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 爆炸的一个时代 如果我们不能适应 新的学习方法 使用新的工具 那我们的下一代 其实很难再跟得上 今天科技发展的速度 我会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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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 我们希望你用 Unity 你会想起来 成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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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们进行 内容 成功能力 发展 mejor 我們正在一集中,我們幫助學生找出一個人,但一部分我們要在其中一部分的地方處理會是誰要在日本搬家,雖然場和洗廯房. 幾年前,我們有兩位學生,中國、各個地方都在各個地方。 他們在日本搬家,在地址,去了餐廳。 他們結婚了結婚。 其實,他們的具局專家主義把我們結婚了。 and it was by far our most successful ever WeChat post and I tell this story because I joke that maybe the most important technology that we build for students is almost like a dating technology because how many people married their high school or university sweetheart actually probably quite high percentage so for us I think that the more human the technology that we can build the greater the impact that we can have on the entire student journey so that's the thought I want to leave you guys there 对,那个乐高教育对科技的思考 我觉得可能分为三个方面吧 第一个我觉得是乐高教育本身 我们在20年前和MIT共同研发的这个Mindstorms 这个机器人啊 应该说它是一个在那个时代的一个 和科技相关的一个产物 那到今天为止它影响了成千上万的孩子和老师 也许我没有那么快 但是我觉得科技在快的这样一个底下 应该是有个积淀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对科技的一个思考 尤其在教育的场景中 因为谈到这个科技的这个应用和教育 它是需要积淀 它是需要时间的 它也是需要学校和老师的adoption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在这个层面的思考 就是说科技不一定求那么快 但是一定要有内容的积淀 要有品牌的积淀和产品的积淀 第二个层面的话 我觉得科技应该是有一个progression 尤其在教育场景中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研发了 和学前相关的启门编程的产品 和小学相关的和中学相关的编程或者启淀 因为只有当这样的科技和教育相结合 并且是有progression 也就是说是有渐进的时候 它的教育的这个领域才能产生影响力 才能产生粘性 才能产生品牌的持续的一个我们说融合吧 那第三个层面的话 我觉得另一个从乐高教育来说 我们对科技的思考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可以更多的利用这个生态系统的赋能 来把我们的这个学据 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方案 更多的在多样化的这个我们说教育场景中去运用起来 因为有的学校或者有的区域 他可能觉得说我想更多的做计算思维 有的学校说我可能更多做人工智能 有的地方说我更多想做VR AR 对啊那我觉得乐高教育作为一个 相对来说在这个硬件上 对啊在这个我们说教育上 比较有一定的核心地位的产品 那我们可能在这方面要做一些赋能 这是我们对这个科技的一些思考 谢谢 谢谢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呢 就是包括在场的四位嘉宾也包括好未来 某种程度上呢 我们都高度坚信科技能给我们的企业 给我们的发展 包括我们的产品和为客户提供的这个服务的品质 带来很强的一个助力 另外一个角度呢 我也看得出来大家其实都很upbeat 对于中国也好 对自己企业也好 在这个中国教育界的一个未来 都是充满了希望的 所以我也希望的这个在场的所有的嘉宾呢 能够给我们的几位演讲嘉宾 一个big round of applause 然后同时 即使感谢也是祝贺 未来提前祝贺未来的 在中国教育界的一个成功 那么最后 让我们再次感谢 Robert, Luke, Jessica and Xionzo again for the wonderful sharing and speech today and I think that's probably the close of our session for today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actually attending this session thank you all 谢谢 谢谢